豆腐营养丰富而且特别的好吃 今天咱们分享一个豆腐的新吃法 首先将豆腐切成薄薄的厚片 接下来将切好的豆腐整齐的摆入盘中 然后碗中打三个公鸡蛋 放入一勺盐 加入不要钱的自来水 这样蒸出来的鸡蛋特别的嫩 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 用勺子撇去浮沫 然后倒入摆好盘的豆腐当中 盖盖蒸15分钟 视频露一半我又出来露点的 明人不说暗话 老弟就想要一个免费的小公鑫 你就成全一下老弟呗 就是冲着屏幕上点两下就行 老弟在这祝你们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感谢给点两下 接下来取碗调汁放入一勺盐 生抽酱油 有条件的来点香油跟香 用勺子搅拌均匀备用 再准备点火腿丁和葱花 这个时候豆腐蒸好了 浇上炖好的料汁 撒上火腿小葱花 就可以吃了 豆腐鸡蛋你要像我这样做 哎呀妈呀太好吃了 大人和小孩都爱吃 做什么呀 都爱吃了 有 Berna gor歷出 吃了 是